兩岸兩會在月底進行的第十次會談 渴望能夠簽署氣象與地震監測合作協議 而氣象局表示透過這項協議 臺灣可以及時取得中國的相關資料 提升災害預報的準確度 電腦上密密麻麻的數字 都是中國各地氣象站監測溫度 濕度鋒利的資訊 雖然臺灣現在透過世界氣象組織 就可以獲得中國的氣象最新資訊 但是每三小時交換一次 但如果簽署兩岸氣象合作協議 將可以獲得更及時的資訊 除了對中國南下的天氣系統 臺灣可以掌握得更精確 還有颱風 豪雨 兩岸也可以合作 及時取得各自的雷達資料 地震也可以獲得及時的測報資訊 而交換這些資料 對於國家安全的疑慮 陸委會也特別澄清 陸委會表示兩岸氣象及地震合作協議 是首度透過國安審查會議 由專家學者參與 確認沒有國家安全問題 才通過簽署 二月底將在兩岸兩會 第十次會談正式簽約 記者林政五郭俊麟台北報導 字幕提供